现在我想问新来的朋友 两位小朋友 小朋友 我和你谁大 我比你的吧 我九二的 都九二 你几月份 三月 哥哥好 哥哥好 来 那哥哥先 我觉得真的是 有自己内心所坚持的东西唱出来 然后诠释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是 整个我觉得不紧张吧 姐 不紧张 我录这么多集 我今天是最不紧张的 他的声音出来就是松的 对 整个人的状态也是松的 我本来是以为 就是前辈们都会很严苛地坐在这里 然后在这儿唱歌全程 我也不敢 不敢往下看 但是低下头的时候发现 每一个人的表情 都是给我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然后自己的那个紧张感 其实就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时光音乐会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温暖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 我们作为晚辈 还是比较荣幸能唱到前辈的歌曲 而且在本尊面前唱 对 在原唱面前唱 在原唱面前唱那种歌曲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 缘分 缘分 谢谢 还有一个缘分 就是要跟郑姐说的 您是我妈妈的偶像 我妈去KTVB唱您的歌 我说 对 带我向你妈妈问好 我一个带我妈妈向您问好 对 对 谢谢 对 妈您听见了吗 这次要看 谢谢 好棒 那浓浓呢 我很喜欢GG姐唱这首歌 对 我最一开始对GG姐的印象 其实不是歌手 是演员 演员 所以我就哇 我今天也来到这边 然后看到GG老师本人 原本是影迷 现在变成歌迷了 因为我觉得GG老师的声音 特别地给人一种诚恳的感觉 然后今天整个这样子听下来 最后一首歌 用他的声音来做结尾 让我觉得非常地治愈 那么今天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音乐会 真的太棒了 对 特别好的一个结尾 很开心吧 就是时光音乐会 让我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那么这里的各位的前辈 也给我了很大的这个 学习的榜样在舞台上面 很荣幸可以交到 你们这些朋友 那么希望下一次 还可以再来到时光音乐会 然后一起聊音乐 一起聊故事 太开心了 好 谢谢我们的范世杰 浓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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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estament 谢谢 firewall scared 今天很多感想吧 我要感谢大家 那我要感谢大家 因为今天我真的听到了很多 翻唱我的歌的Over 不一样的歌曲 让我从你们身上 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参加这节目之前 其实我也很少 跟外面朋友联系 因为我以前 没录制过这样的节目 那在座认识到你们 我觉得让我很放松 而且你们都在帮助我 因为你们的帮助 我之后会更 应该会表现得更好 我很感谢时光音乐会 让我觉得这里是有 回家的感觉 对 真的很感谢大家 谢谢